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就很简述说 在台大的经验 那给大家做参考 那台大其实 这几年我一直在推台大的创业生态环境 所以我们从无到有把它经营到现在 那我就简述一下就好了 我就说当时我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其实也没办法无中生有 那时候就花很多时间去Stanford去学 然后去MIT去学 所以现在有带领台大 我们也加入MIT的产学联盟 那我这个年底 我前一阵才带了几个教授去Stanford 我这个年底可能还会再派几个教授到 当我的D school去学 那到底怎么经营这些创新创业的东西 那我在台大至少 我做了一些 四个 用四个面向来做我刚刚讲的人才资金 跟整个环境面 那这个部分我想就给大家参考 第一个我就是 刚刚讲说人才 所以有两块我来做人才的凝聚 那因为我是从学校来出发 学校当然就是教育本身还是蛮重要的 所以第一个就是要先从教育开始 让学生了解说 创业教授精神为什么重要 就有一次喔 丹麦的三个国会议员来台湾访问 那外交部就打电话给我办公室就说 这个奇怪 这个三个国会议员 所以一定要来拜访我 那就请我一定要接待 本来我们这种学界人 通常不会跟这种什么国会议员 跟这种没关系嘛 那就教育教部一直拜托我就说 好那我就接待一下 结果来还知道 他们三个国会议员是丹麦国会的 他们的创新教育委员会的委员 所以他们丹麦在推那些创新教育 大家知道我在台湾一直在推这个 创新的教育的部分 我在那时候我在TED TED台北有讲一个创新2.0的时候 很多人看到那个影片就觉得 这个是你真的推 所以他们就要来跟我聊一下说 这个他们想分享 他们丹麦推的跟台湾推的 结果我一听话 他们是从中学 就开始有创业加精神课程的学习 我们是到大学都还没有 其实我们的教育是非常非常的偏差 我们的教育根本从小到大 没有教育说我们怎么在现代生活 的这种环境里面过日子 你可以想想我们从小到大 这就是教我们怎么考试怎么进台大 怎么读好书这样而已 那人家是在教这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还是要回到 所以那时候我话说 你一起成立一个台大的创立中文学程 那我就办很多相关活动 把这些就是把它鼓动起来 让学校的同学可以参加 那我也创立了一些中心 把老师们也都联系起来 那这些人 人迈游了以后 接下来就要让一些真的可以实验的地方 所以我设了一个台大的车库 车库其实大家知道 就是我希望把矽谷的这种车库 创业文化把它带到台湾来 所以我在这边成立一个台大的车库 那就这个车库里面 我就提供很多的这个创业的知情 包括mentor 夜思 包括创投 包括一些这个律师事务手 我会把四道会计师都找进来 我们的车库帮忙 那这些校友被我们一找的时候 其实他们都会很高兴 说我是奥夫他们说 你这律师 我们平常跟你谈的时候很贵 那你这时候要donate几个小时 给我们这些创新的团队 那每一家都答应 那会计师事务手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就把这整个环境把它建起来 那如果同学真的要创业 或者老师真的要创业 那一定不能让这些老师跟学生 一开始这种完全没有钱 又要背债就不行 所以我们就仿戏谷创业的形态 其实大家知道戏谷连那个脸书 大家如果注意看脸书早期怎么上来 它还是靠这个创投的资金 都不是自己有那么多钱 所以我们希望台湾应该是这样说 我们在学校有这么好的知识的时候 知识本身就应该是价值 所以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现在跟一个厂商在谈的情况 已经谈到说 好我现在假定我的团队想要去创公司 那我现在实验室基础已经都做好了 觉得这个Portime都做好 觉得很棒 我要去创公司 那我假定说我需要一千万 这时候我们那个天使愿意出一千万 而且这时候一千万里面是55%是给这个创业团队 也就是说创业团队本身有55%的股权 我完全不用出拳就是带着这个东西 那他出一千万是45% 这些方式都想办法让同学创造更多的一些机会 所以台大会成立了天使俱乐部 现在住在天使基金 那我刚募到的一亿五千万的总成基金 那纯粹就是要给同学做创业验证的这个工作 所以这几个部分是我在台大做的部分 那详细的部分我就不再一一叙述 就是这个时候我在台大做的 我是从两千年八年开始做这些事情 那到现在为止 我们已经有相当多的团队 这是我们办很多活动 所以人产一定要让他聚集 你就要靠一些活动 像我们今天的活动也是一样 所以那时候我会觉得说 应该要来帮忙一次这个心态 我们还每一季办一次董事长的咖啡事业 真的很多董事长就有跑过来 包括现在生计股最热闻 前一阵最大的新闻的那个 张世东董事长 就真的来跟我们喝咖啡 然后跟同学这样聊 那我们定期办这个创业联会 这是我们的成果 这两三年来 我们这样台大总共有七十几个公司在创业中 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规模 我想我是秀这个数字给我们的这些外面的这些企业家 所以他一看到这个数字 他就说哇他这些这么辛苦 这个年轻人愿意这样打拼 那他就答应说他每年接五千万 就是给我们这些团队 完全捐助 没有任何回馈 就是这样来的 那而且我最近还接到其他企业家的电话说 你怎么那么偏心 你只有找他没有找我 那我就说好了 他们只有答应捐三年 那你捐后面那七年好了 所以我们也许还可以继续往后跑 那刚刚讲就是创这些 所有这些协会 都是我一个一个去打电话去 去把他们找出来 所以那时候我创这个的时候 我就找了十二个董事长 包括林白里啊 这个几个校友 我们把他找进来 那我把协校也成为一个校集的中心 让这个中心的主任可以更进步去推广 那车户我刚才提过 我们现在大概有 总共有看一下 我们要写进驻的单位 这是称呼进驻的 我们因为 目前成立一年 已经有二十七组的学生进驻 进驻的意思就是说 我会定时 帮他们办这些夜师的讲座相关 那这个规模 其实跟我后来去斯坦福看 他们斯坦福学生自己办了一个 这个StarX 这样一个组织 跟这个其实非常类似 那刚我提到就是我们 跟四大开机师事务所 建立策略联盟签约 然后跟他们 艺术师务所也签约 跟一些创统业界 把这些力量都拉进来 那我们其实最近还 还办了一个东西 他们就说 我觉得我们现在在 比如说南台湾 我们如果在台湾上 一直看一直看 有时候这个视野还是不够大 所以我就跟西谷的一些 一些我们台湾以前的 留学生讲说 可不可以 现在已经功成名就了 要不要帮一下台湾这些年轻人 那我跟他建议是说 你要不要花点钱 然后把台湾这边 筛选几个团队 就把这些学生们 带到美国去 两三个夜 因为我很多经验 其实是我常常去西谷跑得到 那我就觉得说 这些如果你把他带去那边 年轻人很聪明 现在年轻人 都比我们聪明太多了 就把他放在那里 然后你帮他 把他接人帮 等他回来 他什么世界观都有 我收到这些西谷的 这些我们的 以前七的这些留学生们 他们就好 他们来做这个事情 结果现在我们选派 台湾选了三队 很可惜 这次没有跳到 跳到什么大的团队 我们是台湾跳到两队 清大一队 那三队呢 这三队 这些西谷的 这些我们以前的学长们 就每一队给两万美金 然后去帮他安排 三个月的所有的训练 9月15号已经去了 那这个是中间在推的过程 那我也成立 就刚刚讲 天使俱乐部创业基金 导入整个 所以车库把这些所有东西都串联起来 然后把这个 就是希望把这个环境 变成是人可以寄局 然后他在这地方可以真的付出 那我想这个就是一个 某种程度的策略 那其中有一些项目 包括资金的安排 其实有很多是 我那时候去以色列办法的时候 把它学回来 所以我是到处学来 就说看美国怎么做 看以色列归往跟我比较接近 看以色列怎么做 所以我是觉得说 也许台南也不一定说不行 那很高兴就是说 我因为在台北这样推 其实现在网路 这个无言否计 所以其实也有一些 一些年前朋友看到 所以这个其实是 现在正在台南做的一个团队 因为那个团队的创办人到办公室来谈 那我就鼓励他说 就是来台南做 所以有一家 有一家公司 其实叫做 South Accelerator 那其实也在这边做 也就是说 如果能够Lavage 所以成大的一层公司 成大的研发处 成大的相当的团队 那我们本身就是 教育本身就是可以 教育很多的这个创业 年轻的创业 有创业家精神的 年轻朋友出来 而且这些年轻朋友 每一个从学校出去的 其实都带着一些 新的知识跟技术出去 所以他就是一个扑偶 那这些扑偶 如果能够适当 让这些人有一些 close talking 共同交谈 然后创造一些未来的机会 那他们就会想出一些新东西出来 那这个新东西 接下来就是说 用这个业师的经验 再来帮助他们 再加上金钱的协助 我相信 台那也是可以做一点翻转 所以我想我就是 把我在台北的一些想法 跟经验 给大家一点建议 就是说 结合在地的一些 热血的业组啊 然后这些资源 然后加上说 如果能够引诱一些 有经验的经验回来 再提供一些议程所需要的 service 给这些新创的团队 那我是觉得说 只要创造人才 因应积极的这个环境 这个时候 他的成功率就会非常高 所以我是觉得说 那台湾那也可以是一个成功的典范 那这个典范之间 成功大学 要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成功 特别highlight 就是说 这个成大的校友会啊 成大的老师们 那我们的同学们 如果有更多 有这样的一个思维的想法 那我们成功大学 每年毕业出门 走出校门的 我记得大概有 将近六七千位 这个同学 每年毕业这样出去 那如果有一部分的 是愿意觉得说 这其实是一个机会 我不要每次都往北部跑 我其实在这个地方 也有很多资源可以利用 那我是觉得 也许 它也可以让 南开要变得不一样 那以上是我 这个浅显的 这个意见 也许有输入 请大家讲 谢谢